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这些咖啡厅有好吃的呀 好看的呀 我们都会写成文章 然后也会写合集 发在我们的公众号 还有微博上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关注我们的各个平台 好了 那我们就出发吧 我下班了 今天是周五 终于又可以过周末了 我们现在要打算去吃晚饭了 希望这个周末也可以过得充实而又愉快 OK 餐厅见 这是餐厅赠送的苹果醋 还蛮好喝的 也没有那种醋怪怪的味道 就是酸甜的味道 它真的很像我们中国的那种鸡汤 它属于那种韩国的创意 韩式的元素 但是是用西式的烧法之类的 I turn you on Oh you'd be my boogeyman my sugar land 嗯 有一种酸酸的味道 我觉得它那个调味是跟传统的烤的 确实不一样 嗯 真的吃的太饱了 小姐夫给他打4分 但是我给他打3.5分 我吃完之后觉得那个番茄会饭有点腻的 但另外的这两个菜我都很喜欢 他们家还有好多好多的菜 我都好想尝试一下 吃到我的福墙了 Good morning Ok 那我们就二话不说先来一个蹦吧 吃饭 我们已经在吃鱼饭了 西亚餐厅是我在网络搜到 非常火的一个北欧餐厅 菜都很精致也很漂亮 我已经写好了小课书 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 Ok那我就先给大家尝尝味道吧 看起来是不错的 而且它的服务员非常的帅 是一个外国的小朋友 还挺热情的 刚才跟我交流了一下 介绍了一下菜品 Ok那我就先吃饭咯 我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吧 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在莫吃的那一家海鲜店吗 我记得 就是这个味道 因为他们会喜欢把那个调味做的很清爽 用奶油酱去做 然后就给你那种黄瓜呀 菜的那种很清爽的感觉 春炒原来烤碎的是这个味道 有点焦糖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 今天的餐店成功 我们今天要来看两个灯 家里还差两个台灯 一个落地灯 想说买个白一点的对吧 在他们家灯都很贵 问一个价格都要上完 我们再看一看 再讨一下 看看其他官司 这个白的还不错 比较简约 如果这个太大的话 你可以买什么小的 一起上五个星爱的小摩托 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 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 小姐夫的肉食主义者点的餐 就还给谁了 小姐夫现在去排这个夜市最长的队 终于被小姐夫排到了 我已经吃了一半了 它就是金香的羊肉串 对吧 就很普通啊 那最后一份的时候 你就忍不住了 那来一份嘛 要不要 ok 不好意思啊 可以收集我一下 我说 按错 白夜市吃东西是那个氛围 就是吃的东西 你就会发现 不是说特别精致 但是就是很新鲜的那种 好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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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饭啦 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菜 夏秋茶 我也是看到朋友在朋友圈里推荐了 说他们家萨夫塔会好吃 这个面包很软 就不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 翻面包 它闻着就非常好闻 那种番茄的那种酱的味道 我预约了一个小气泡 你看我脸上还有很多闭口 然后我想去做一个小气泡 试一下看 因为老师做真轻的话 估计在运气还是不太好吧 对于大家说我没什么肚子的人 给你们看一看 我的天哪 这是我的肚子 还是有一点的吧 我今天非常开心 早上的时候就一早接到电话说 我宝宝那个无创终于低风险通过了 因为我宝宝的无创DNA 是抽了两次都没有抽出来 这次是第三次抽血 我真的是非常的焦急 虽然我知道这跟宝宝健不健康是没有关系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 可能是我的血液比较浓稠 又或者是我本身就不适合去做这个 游离DNA的这个检测吧 OK现在不跟你们讲了 我要赶紧出发去瑜伽 这是我正式的第一节瑜伽课 我们就瑜伽馆见吧 今天老板下厨呢 这个都是县城的 老板又开始逃避责任了 这些都是吗 那肯定的 这个就是老板今天唯一烧的一个菜 他还胡椒了 说高老板很喜欢吃四川的三个字 皮比较厚的 小龙 中秋要吃的 月饼 北京色色 拌的拌的拌的 我知道了 那个炸起面 就是一种煮食 很简单的一种炸面 或者是面 对 面什么 拉面 这什么 焯面 咸面 面什么 面哥 面条 Good morning 昨天就是让小伙伴们来家里 吃了一下小姐扶梢的晚餐 品尝了一下她的手艺 大家就喝开了 然后玩的特别的开心 玩什么猜歌词呀 这里插入一个片段 就是小姐夫猜周杰伦的歌的歌词 弄魔幻的程度 对不起 这种节日 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的这种行程 想要说拍更多丰富的内容给大家 真的好喜欢冬天哦 就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今天故宫上热搜了 我在床上刷到的时候就特别有冲动 我想马上买高铁票 冲到北京去 但是呢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北京今天是没有下雪的 我担心等我到那儿雪都化了 然后我现在要出发去吃生煎包了 也是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杭州 然后做攻略的时候 有一家杭州的这个生煎包 看起来特别好吃 但是我已经等不了下个星期去杭州了 所以我今天马上要去吃生煎包 我随便搜了一家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应该是个老字号 那我们就一起去吃吧 看看我们的工盘 好 虽然这两个没有关盘 但是生煎吃的一个都不是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 它是属于那种馒头生煎 它外面的皮是像包子一样 是厚的 是发面的 而不是那种非常薄的 像雪角一样的生煎 这种生煎 我觉得优点就在于 你可以咬到它那个皮 有一种甜香的感觉 就像你吃烤馒头一样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烧烤的烘馒头 总体来讲 我觉得这家店氛围不好一些 就是那种老字号的感觉吧 我们要去逛个街吧 我们要去逛街吧 然后想去书店 看一下有没有那种开轿的书 OK可以 那我们走吧 今天你有什么需求告诉我吗 要给你的宝宝买一个故事开教书 我买一个英语的 这个是My mom 就可以告诉她 她妈妈多厉害 这个就是小老鼠上灯台 周一快乐 又要开始上班啦 下午的时候会有一个活动 带大家一起去吧 周一总是要忙碌一下的吗 然后这一周要出发去杭州拍中国型了 距离上次拍中国型已经过去了大半年 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然后这一次也要做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攻略哈 争取拍出来的东西要比之前呢更加的有进步 我们现在要出发开始工作 虽然现在都已经快中午了 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 这个叫唐人吗 唐人 唐人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ambition 我刚才跟师傅说我想做一个时尚一点的 然后他说那就做个小猪配骑吧 哈哈 不是太过心了 我们现在来吃晚饭啦 今天吃本帮菜 是在外探盘边 一家稍微高端一点的这个本帮菜 尝一下看这个味道有何不同吧 我又在网上买了一个父亲的这种拍角书 给你们看一下他里面的故事 我快笑了 死了 宝宝 你是爸爸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你的一举一动左右着我全部的视线 我的天哪 难以想象如果小姐夫读这个东西对着我的宝宝 我真的是要毛骨悚然 鸡皮疙瘩掉一地 早上好 我们现在吃完早饭就要出发去杭州了 中国星又要重新启航 OK 那就在这里结尾吧 如果想知道中国星发生了什么事情 千万不要忘记看下一个视频 拜拜 中国星见